女人只是喝了口网恋男友递来的香槟 没想到下一秒就意识模糊 晕倒在了地上 当她再次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的臀部正被一刀刀切割 女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啊 自己网恋一天的一上男友 竟然会是个变态杀人魔 说杀人魔呢 还有点不太准确 更精确的说法应该是食人魔 男人喜欢吃人肉 因此也发展出了自己的一条供应链 她知道上流社会有很多下流人 都有吃人的爱好 于是她就负责寻找猎物提供货源 并附赠那些受害者的照片 这样一套流程下来 她的生意是越搞越红火 不过客人的要求也越来越挑剔 不仅要活的 女的 还有18到28岁的 他们认为这样的肉质最为滑嫩爽口 男人不会随便对这个阶段的女性下手 她也先摸清对方的底细 比如被她割掉臀部的女人 就是她调查了很久才敢接近的 女人没有父母 平时都是独来独往 这样的人就算失踪也不会被人发现 男人在酒吧故意接近她 聊了一晚上 男人就聊到了床上 第二天女人一醒来 就马上拍下了男人的照片 她虽然没有父母 却有个认识好几年的闺蜜 自己谈了个多金帅气的男友 她当然要第一时间跟闺蜜分享了 她悄悄去卫生间 跟闺蜜汇报喜讯 闺蜜也真心为她感到高兴 听说女人要跟男人回家 闺蜜还让她到了给自己发信息 这时候的女人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将是她人生最难忘的一段旅程 男人的家住得很偏 这里没有信号 方圆百里之内也没有人烟 看着男人家里的装饰 女人感到有些害怕 将男人递来一杯酒 她毫无防备的就喝了下去 本以为喝下去就能忘记不安和恐惧 谁知才喝了一口 她就感觉脑袋发晕 身体慢慢变得沉重起来 女人开始意识到不对劲 她想要起身逃离 却猛的栽在了地上 她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被锁链铐了起来 当时她以为男人是想劫财劫色 不料男人竟然是想劫她的肉 等男人一走 女人立马开始大声呼叫 她隔壁也被关着一个囚禁的食物 对方身上已经有肉被割了下来 女人知道自己再不跑就晚了 她不想一点点被人割掉身上的肉直到死亡 于是她假意顺从 让男人带她去洗澡 接着寻找时机 准备逃跑 男人拿出冰箱里的美女大腿 这是她今天的晚餐 活了几十年 她从来没有买过一次肉 因为牛羊猪鸭她都不吃 要吃就吃同类的肉 她把所有食物的随身物品都保留了下来 一部分用来珍藏 一部分用来寄给客人 这天男人又带回了一个食物 只是这个女人不太听话 竟然试图攻击她逃出去 男人不喜欢叛逆的食物 为了惩罚女人 她直接割下了她的臀部 以示惩戒 女人没了臀部 每天只能趴在地上 她恨透了男人 巴不得找个机会把男人大写八块 女人的隔壁也有个同病相连的食物 他们经常聊天 两人都是被男人骗来的 男人会一点点割掉他们身上的肉和器官 直到他们死去为止 女人不甘心就这样坐以待毙 她没有父母 唯一的一个闺蜜也不知道她出事了 女人只能自己想办法逃走 可她不会知道 她的闺蜜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 闺蜜发现女人一直给她发信息报平安 却从来没有给她打过电话 这太不符合女人的性格了 毕竟女人是那种能说话 爱就绝不打字的人 看着女人发给自己的风景照 她谨慎地复制到网上进行搜索 谁知这居然是一张网络照片 女人怎么会拿网图敷衍她呢 唯一的可能就是她出事了 闺蜜立马来到女人和男人认识的酒吧 她向酒宝打听了男人的一些信息 然后根据这些信息查询了男人的身份 让她震惊的是 这个男人竟然早就结婚了 闺蜜赶紧来到男人家 她说出自己的目的 可男人的妻子坚决不承认自己丈夫拖了鬼 此时男人也回到了家中 她说自己并不认识女人 闺蜜表面接受了这个说辞 但一转身 她就拨通了女人的电话 原来男人和她妻子是一伙的 妻子的小腿是被男人吃掉的 可她就是喜欢这样暴力血腥的男人 于是她嫁给了男人 并帮着男人掩护攻击其他人 女人不知道自己闺蜜也落在了男人手上 这几天她的伤好了很多 她思考了很久 终于想出了一个对付男人的办法 像男人这样的食人魔 最想要得到的就是他人的认可 所以她故意问她吃人肉是什么味道 这个问题果然吸引了男人的注意力 第二天她就把女人带了出来 并邀请女人一起享用人肉盛宴 一盘丁点大的肉却价值1.8万 它不是猪肉 不是羊肉 也不是牛肉 你猜是什么肉 女人强忍着恶心 把这个东西吞下去 可男人却还在给她讲解食物生前的样子 女人没有表现出惊恐或者害怕 因为她要诱惑男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对方把自己当成同类 这一招果然奏效 虽然回去后女人狠狠吐了一通 但她却就此得到了男人的欣赏 这天男人甚至还允许女人打扮一番 她要和女人来一顿烛光晚餐 女人愣住了 梅丽莎住在她隔壁的隔壁 看来她应该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女人心里紧张无比 觉得必须要在今晚拿下男人 这样她和隔壁的食物才能逃出生天 她对男人虚于委舍 把自己伪装成和男人一模一样的人 终于男人肯对她敞开心扉了 男人打开了自己的百宝阁 里边全是受害者的照片和物品 女人的东西没有在这里面 因为男人把它列为了同类 将她的物品单独放在了自己身边 女人没有在意男人的话 她发现自己闺蜜的东西 也在这些受害者的列表里 女人意识到闺蜜也落到了男人手里 女人得赶紧加快进度 先和男人谈心 再和男人跳舞 接着再跟男人去床上 她趁男人享受其中时 狠狠咬下了对方的把柄 男人痛得大声尖叫 女人却趁此机会拿走钥匙 却把闺蜜和隔壁室友给放了出来 她要带着他们逃出去 但男人不死心地追了上来 他们只好在厨房与她殊死搏斗 好不容易逃出去了 可男人竟然又拿着把枪追了上来 好在当她就要走到女人身旁时 闺蜜挺帅一出扑倒的叹 女人见状赶紧冲过去 和闺蜜一起殴打男人 等到发现完毕 她再捡起地上的枪 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可他们没有想到 男人的妻子竟然赶了过来 她看到了男人的尸体 当即就要去为男人报仇 她伪装成受害者之一去接近女人 等到女人放松警惕时 就狠狠掐住她的脖子 向好女人把钥匙扎进了她的脖子里 这才摆脱了这个变态女 变态女还想挣扎一番 但女人的闺蜜直接冲过来将她打倒 她把变态女的脑袋给拍成粉末 然后才疲倦地和女人靠在一起 经过这个事件 女人再也不敢网恋了 毕竟哪里都没有闺蜜身边安全 女孩子出门在外 一定不要轻易相信男人 尤其是刚认识不久的男人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